金融市议员何淑萍首先肯定金融市政府计划推出的幸运友爱专车 对孕妇产检更加便利 不过面对金融市结婚率与出生率过低 何淑萍除了建议金融市政府多举办未婚联谊活动 更呼吁将美胎生育补助津贴从2万元提高到3万元 现在结婚率出生率都是全台倒数第一 那我想就是说可能这些诱因不够 因为有可能我们又是在新北跟台北市的 旁边他们的福利是比我们金融市是好 所以说是不是有一些诱因可以让大家愿意来尝试 来就是说来鼓励他们多生小孩 那就是说在这里我想拜托市长 就是说现阶段的妇女补助从2万提升到3万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仁表示 金融市相关补助与双北比起来的确不足 纪市府会先对相关经费初步估算 研议如何落实 就是我们具体把这个经费多少 我们做一个初步的概算 不过我刚刚自己了解了一下 大概算了一下 其实讲真的 妇女同胞会不会因为 或者小家庭会不会因为 我们给她这个生育今天 她就多生一个 其实不见得 因为生育是一辈子的事情 但我觉得给予适当的鼓励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所以立新我觉得 大方向我们是支持何处平议员的观点 基本上这三样我们都支持 那我们具体来看看如何落实 然后再来跟您以及市民朋友报告 不过也谢谢您提了这个方向 之前有想 但是我们还没有具体下去做个决定 或许你是您门一脚 让我们做这个最后的决定 另外针对已有50年的信义市场改建进度 谢国良也回应表示 目前计划朝都更方向进行 工程进行中的中继市场地点 也有初步方向 将是市场对面的港务局用地 及停车场空地 信义市场绝对是要来做改建 要用都更的方式来征求民间来做 那也许这个可以下面做市场 那上面可以用都更的方式 做权力变换给这个权力的这个愿意 都更的实施者开发商 那中继市场就是属于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那个港务局盖起来两层楼的空间 另外一个部分是属于那个停车场的空地 那目前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进度 我比较重视的就是 他未来的这个有符合我们市民所需求的一个市场 有冷气 有电梯 我们就朝这个方向 还有停车场 我就以这三个要求 以我们市民的需求为要求 那也请我们这个市场科能够继续的来跟下去 何淑平同时关心进度持续延宕的田径厂改建工程 建议金融市政府长痛不如短痛 紧速解决设计兼造不良等问题 让市民引领期盼的新田径厂 能在安全的前提下早日完工启用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派遇有两个年纪称